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知识点 叫做保证程度 保证程度这个知识点 实际上是跟我们前面学习的 这个审计的定义啊 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的 我们都知道注册会计师 报表审计的过程 是一个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 对吧 那实际上呢注册会计师 他的业务当中不仅仅有合理保证 还有比如说像有限保证 这样保证程度的内容 那先做一个整体的了解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相关的内容啊 当然在关注保证程度这个知识点 核心的知识点之前 我们首先要认识注册会计师的业务类型 对于同学们 你要想一想 你说作为注册会计师而言 他都有什么业务啊 我想有会计基础的同学 一定就会脱口而出 审计和咨询 对吧 没错 注册会计师的业务啊 主要就是这两类 一类是以审计为代表的 叫做见证业务 另外一类呢叫做咨询为代表的相关服务 你看啊 一个是见证 一个是服务啊 这两个叫法不同 而且他们的差别也非常之大啊 首先我们来看啊 见证业务 你看他说是注册会计师对见证对象信息提出结论 以增强除责任方之外的一些使用者对见证对象信息信任的程度的业务啊 这里边有一些拽有的名字 比如说见证对象信息 对吧 那么 你可以先不去 哎 深入的了解他 你就记住什么 就是见证业务就以审计举例来讲 我去审报表 对吧 我去审报表的话 我要看看报表当中有没有问题啊 然后呢 我要给他提出结论来 我们要出审计意见嘛 对不对啊 出完意见之后呢 我要让报表使用者增强他们对于我审了的这份报表的一个信赖的程度 对吧啊 那比如说像审计审月 其他见证业务啊 像预测性财务机器审核 这些都属于见证业务 你看 审审审 对吧 当然我们不能说 是不是所有见证业务都一定带审字啊 这个不能说的那么绝对 但是这个过程 你想审审审的这个过程 其实往往就是 哎 我注册会议师对他进行一个见证的过程 我站在了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去审他 对吧 而相关服务呢 你看到这种相关服务 他给他提供服务 比如说提供管理咨询 提供税务咨询啊 带编帮着他去编财务信息 那么这个过程往往就是什么 就是数块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啊 为他提供一定的基础知识和服务的过程 这里边的这种独立性就基本上没有了 对吧 就是说他不像前面应 我是一定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的这种身份 而在这个地方的是 哎呦 人家让我帮助他干什么 帮助他干什么 我给他提供点我的这种专业的知识 给人提供帮助的过程 对吧 所以这样来看呢 就形成了两者鲜明的对比 就是对于见证业务而言 他通常涉及到的是三方关系 啊 你看助手会是报表审计 就是责任方啊 管理层编报表的 股东是用报表的啊 助手会是审报表的 对吧 我们说了 这是他的生存法则 助手会是报表审计 审计就是三方关系生存法则 对吧 必须要有三方关系才能构成审计啊 而见证业务是三方关系人 对吧 刚才我们说了 责任方与其是用者和助手会师 而相关服务呢 通常就是两方关系 就是企业啊 让这个助手会师 他们现在就是一个 不是一个看上去挺可怕的 那个来审我们的人了 我们不用怕他 我们就是给他钱 让他来给我帮忙他 人家有专业的知识来给我 比如帮我编表报表啊 我们都不太会编啊 帮我编报表 给我提供点咨询啊 你看我们今年 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应该如何来管理这个公司啊 提供这种咨询的过程 对吧 这就叫做两方关系啊 这两个是建政业务和相关服务 非常重要的本质的区别 一定要搞清楚 一定要记住 特别重要的点 那么 对于业务关注点来说呢 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了说 建政业务啊 它是要做适当保证的 对吧 你看神迹是合理保证 我们后面会提到 神迹是有限保证 反正不管怎么样 建政业务啊 三方关系 他来做建政 要有适当的保证 而且要提高 这种建政对象信息的一个质量 但是呢 对于如何利用信息 不提供建议 通常不提供建议 对吧 那对于相关服务来说呢 它一定是要有建议的 我买你的服务 就是要买你给我提供建议的 对吧 你把我编报表 你看这个地方 你建议我 你看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啊 怎么样去作章啊 然后呢 你给我提供管理咨询 让你说我们今年应该如何来 勘展这个相关的工作呀 我们如何来搭配我们的人力资源啊 这一定是有建议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个又是它俩一个显示的区别 再来看工作的结果 说建政业务啊 通常是以书面的形式提出结论的啊 该结论能够对建议对象信息 提供一定这种可信性的保证 比如说审计 审计报告 对吧 而相关服务呢 不对信息提供保证 不提供保证 你看 三方 两方 有保证 没有保证 没有保证 有同学说 老师 那不对吧 你说我让他来帮我提供点资学 你还 他不给我保证 他要跟我胡说 那哪行 不是这个意思啊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在这个地方说的保证是 对应着说 这个 建政业务的那个保证而谈的啊 他不提供 所谓的建政业务那个地方啊 或者是建政业务当中的那一类型的那种保证 他没有 那么独立性要求呢 我们说 建政业务而言 注册会议师一定是独立的 独立于 建政业务中的其他两方关系人的 对吧 而相关服务呢 通常 不会提出这种独立性的要求 所以这是 建政业务和相关服务 也是注册会议师 执行平时他工作当中啊 这个业务的两大主要的类型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看看这个中主协的网站啊 最近这些年呢 中主协在我们这个国家的事务所 做强做大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特别突出了 事务所的这个新业务类型的一个拓展 那么新业务类型 大部分关注的都是这个相关服务 相关的服务 那也是其实要发挥咱们本土事务所的 这种智库的作用啊 服务到本土的咱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啊 资本市场的这种发展的过程当中来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强做大 服务一带一路啊 对吧 这个相关服务啊 新业务的拓展来说呢 是非常之重要 总结来看 建政业务啊 我们说三方关系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证 合理保证或有限保证 对吧 不管怎么样 它是要提供保证的 要构成三方关系 像审计审月 预测性财务信息审核 信息系统审核啊 都属于建政业务 举了那几个例子了 对吧 它显著的特点就是 两方关系不提供保证 好 那么了解完了 注册快议室的业务类型之后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啊 具体来看看保证程度 我们说注册快议室财报表审计是 对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告 错报提供合理保证 对吧 所以注册快议室的审计啊 它提供的是一个叫做合理保证 我们说合理保证 具体来看是叫什么保证啊 高水平保证 还记得吗 我说他俩一定是搭一起的 对不对啊 那么 因为注册快议室的报表审计的过程当中 审计存在固有限制啊 所以注册快议室啊 得出形成审计意见的 大多数的这种审计证据是 说服性而非结论性的 这块又出了一个名词 简单了解 说服性的是什么呢 说服性的证据 就指的是说 这个 它可能与客观的事实存在一定的这种 差异的证据啊 它不是 并不是绝对正确的 并不是绝对正确的 那结论性证据呢 就是说 以客观事实相符合的 对吧 你想 我们现在的报表 审计当中 我们不是全部 账不是全部都查的 刚才我说过了 对吧 我们往往是审计抽样的方式 对吧 抽 审计抽样 对不对 抽样就有可能有一些没被抽到 对不对 那你基于抽样得出来的结论 就有一定的风险 叫做抽样风险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你得到的叫做说服性的证据啊 而 不是说 我全部都查完之后 得到结论性的证据啊 那有同学就说老师 那既然这样的话 说服性证据是不不能用啊 不是 因为它符合统计学的原理的要求 那抽样也能满足审计的目标 也就是说 有一定的差异 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差异 得出来说服性的证据 没有问题 也能满足审计目标的要求 只不过要告诉你的是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审计能够提供的叫做 合理保证 而不能够是绝对的保证 那总体来看 如果说绝对保证是百分之百的保证 百分之百保证 这个报表没有重大错报 我们做不到 但是我们提供的是合理保证 合理保证是什么 高水平的 对吧 我们说大于90%的 通常是95%到99%的 其实就是疫情接近百分之百了 但是我就不说我能提供百分之百 对吧 因为注册科学是报表审计 它是有固有局限性的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 绝对保证它没问题 但是你不能说 我告诉你 准则说了 注册科学师 没有办法绝对保证啊 那这个时候 注册科学师就可以 肆不忌惮了 说准则都说了 我做不到绝对保证 那我就随便保证吧 随便做吧 反正不用做到绝对保证 不行 开了一扇门 不用做到绝对保证 又关了一扇窗 你必须要给我 做到高水平的保证 达不到百分之百 也得是95%到99% 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 有限保证的 审计是合理保证 有限保证是什么 说大于等于百分之五十 你看这个保证程度 就低多了 是不是 那么这个有没有意义啊 现实当中有没有啊 有啊 审计是合理保证 审阅是有限保证 在现实当中 有一个叫做审阅的业务 这不是第一次见了 我们今天已经好几次看到了 对吧 有的时候有些企业 就会让注册科学师 来给我做个审阅 那么审阅业务呢 这是专有的名词 审阅业务啊 他提供 不用提供那么高水平保证 提供一个有限的 大于百分之五十的 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审计和审阅啊 刚才我们说过了 审计业务提供是合理保证 是高水平的 就差点到百分之百 但是达不到啊 审阅呢 是有意义水平的保证 是这个有限保证 有意义水平的保证 对不对 大于等于百分之五十 反正就没有这个审计的 合理保证程度高 对吧 那么他俩的区别是什么呢 后边会有比较系统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区分啊 当然在介绍他俩系统的 专业的区分之前 我要给他先举两个例子 那举完这两个例子 你就懂了 我在这里讲义当中写了 一个是叫做相亲的例子 一个是叫做看病的例子 相亲例子是什么例子呢 比如说啊 我在教书的过程当中 一般有两个我的同 我的学生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们也都这个到了结婚的年龄了 比如说毕业了啊 到结婚年龄了 然后呢 另外一个 那个男同学啊 就是同时看上了 我教班上的两个女同学 他也不是说同时看上 有点不太厚道 对吧 就是说啊 哎我 这你班有两个同学 我印象都不错啊 但是呢 我对他们不是特别了解 汪老师 我能跟你打听打听 这两位同学 哎 您对他们了解怎么样吗 因为我现在也到了这个 要结婚的这个年龄了啊 我有点着急了 家里也摧毁村的姐 尤其每逢过年被村婚 对不对 我现在也想解决一下 我终身大使个人问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说您两位同学啊 告诉了 小张和小李 我说可以啊 我可以把我了解的信息跟你说一下啊 小张 我很了解他 他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 这个我也给他们上过课啊 我们也经常这个搞班级活动 非常的热心 也很积极工作 很负责任啊 作为学习委员呢 学习成绩在班上第一名啊 然后呢平时的各种学习活动呢 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也很乐观开朗 跟老师交流的过程当中也很有礼貌 这是我对小张 给这位同学的一个回复 另外一位同学呢 是小李 这个 刚才我介绍了小张了 我告诉他 各个方面都很优秀 在我看来 对吧 但是小李呢 我说 我这样跟他说的 我说你看啊 大学四年啊 我跟小李的接触非常有限 只是在上课期间呢 我对他有几次提问啊 然后呢 他也是这个 给我做了一些回答 我反正呢 没有发现说 他有什么不良的这种 这个嗜好啊 也没有发现他 有什么做一些出格行为的这种情况 没有发现这些问题 那么大家想一想 对于这两种情况来说 我 其实就是把我对他们的了解 客观的反映给了 对方啊 反映给了这位男同学 对吧 但是实际上对于这位男同学来讲 你说我给他的反馈上来说 小张的这个非常的积极 对吧 小李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消极的 基于什么 基于我对他们的了解的程度 我对小张非常了解 怎么非常 为什么非常了解 因为我做了很多的这个功课 对吧 因为我 我可能就是上课呀 开班会呀 搞活动的时候 哎 我跟他有比较多的这种接触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能说的那么的正面 那么的积极 啊 而且我对他的 相对来说的保证 啊 跟那个同学的保证 是比较高的 对不对 而小李比较低 啊 叫做有限的保证 再来举一个看病的例子 大家想想 我刚才举了相信的例子 你应该就对看病 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 关注了 对吧 你自己能不能举出这个例子来呀 啊 我来说说吧 啊 说完之后 看看你有没有同感共鸣 比如说我们到医院 去做检查 检查呢 最后的检查化验单 可能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呢 就是非常好 各项指标很正常 对吧 这是一个说法 另外一个说法是 我们没有发现 他这有问题 没有发现 那有什么异常 对吧 所以你看 这两种结果 也同样是 前面那种更积极 更乐 乐观 更这个这个 给了相对来说 更高的一个保证 到后面这个呢 相对来说消极 对吧 哎 他是一个有限的保证 往往就是 这样一个对比 举完了这两个例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两个区别 其实你应该能想到 就是审计啊 因为我们对他执行 审计工作来说 我们会执行大量的工作 获取大量的证据 做很多的程序 所以呢 我们对一个报表 做了审计之后呢 对他非常了解 了解会非常非常的透彻 对吧 我们最后能够提供一个 高水平的保证 而审计呢 因为做的程序不多 或者证据不多 往往提供的是一个 有限的保证 其实在现实的实物当中 这种情况也比较多见 你比如说 有的企业 他的报表 可能出于不同的目的需求 让一波人做审计 让一波人做审计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 做审计的人 闲得要命 做审计的人 忙得要死 那其实 这就凸显出来了 虽然很忙 但是收获很多 对这个报表了解会更多 对不对 他既然很闲 那么就是因为 他不需要做那么多程序 因为他要求就是 提供一个有限的保证 对吧 这是一个整体的认识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审计报告和审计报告 你看审计报告说了 我们经过了审计之后 我们认为 A公司财报表 在所有的重大方面 都按照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 财务状况 经济成果和限制流量 而到了审计报告的时候 你看 他现在来说 就比较的消极了 说根据我们审计 我们没有发现 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 是我们相信 他未能在所有重大方面 按照公允 这个公允反映 被审计阅单位的财务状况 经济通过和限制流量 对吧 你通过这个阅读来说 你自己读一读 你就也有感受 审计要积极的多 要有把握性高的多 对不对 而到了审计院相比较来说 消极 没有审计那么高的打握 对吧 那么你看 审计是 看啊 这些关键词汇 必须都记住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点 特别爱出题 特别爱在这些点上 让你来做判断 说在可接受的低风险 低审计风险 审计的合理保证 是可接受的低审计风险 你说低风险也没有问题 但是是可接受的低风险 对吧 而审计院呢 是有限保证 在可接受的审计风险 没有低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审计呢 是以积极方式 审计院呢 是以消极方式 对吧 这又是一个对比 然后审计提供的是 审计意见 审计提供审计意见 最后呢 很重要 审计提供的是 高水平的保证 审计提供的是 有意义水平的保证 不能招官李贷 我说审计是高水平 我说审计是低水平 行不行 不行 就记住 必须得是对应上 合理保证是高水平 有限保证是 有意义水平 不叫低水平 然后再来看啊 为什么能够达到 一个合理保证 一个有限保证呢 刚才我说过了 因为审计之所以 高水平合理保证 它做了很多的程序 你看程序 一笔就出来了 检查记录或文件 检查有限资产 观察 询问 韩正 重新计算 重新执行分析程序 那么多程序 对吧 而到审计的时候呢 你看它 通常的证据的收集啊 会受到有意识的限制 主要是询问和分析程序 这就是忙得要命 先得要死 对不对 开个玩笑 再来看 对于证据的数量来说 因为既然你的审计 要求你提供的保证水平高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证据就得多 程序多了 证据就多呗 那相对来讲 有限保证的审阅 就较少了 对不对 那么下面就出了一个 这个专有名词 叫做检查风险 那么我们还没有学到审计风险 检查风险是什么呢 就说啊 我们不是执行这个审计业务吗 对吧 我执行审计业务的话 我审完了 报表当中有错 我审完了 结果我没有发现这个错 对吧 大家想想 对于同一份报表 你做审计和你做审计 你做审计执行了一堆程序 你做完了之后 没发现这个错 你做审计执行了少量的程序 没发现这个错 哪个可能性更大呀 当然是审计了 因为审计你做的程序少 所以你查完之后 没发现这个错的概率会更高啊 你审计做了那么多程序 你再查完 没发现这个错的概率 是不是就太大降低 对吧 所以检查风险啊 审计的检查风险 合理保证检查风险低 而审计的检查风险高 那么审完之后 审计审完的报表 核心性会更高 对吧 那么提出结论呢 审计是积极 审计是消极 我想请各位正在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大家一定要把这几个 刚才我强调的 专有的画黄线的这几个词啊 要记住记住再记住啊 这是重点重点重点 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画了图了 说有限保证 合理保证和绝对保证 对吧 有限保证呢 是50% 对不对 合理保证呢 90%到90%以上 95%到99%啊 然后呢 绝对保证的是100%啊 当然呢 这是他们三个的区别 在这个刚才那个图的基础上呢 我又给大家 哎 写了这么一个小知识的 一个延伸的阅读吧 就是说你看 我合理保证 离着绝对保证 差的一点是什么呀 我们叫做审计风险 对吧 有限保证离着绝对保证的 差的一部分是什么 我们说叫做审阅风险 就是你看 我审完之后 发表不恰当意见 的这种概率 你看这个审计的审计风险 同一个业务而言啊 如果你做的是审计 他的这个 见证业务 风险水平 要更低一点 对吧 他俩加到一块 就正好等于了这个 百分之百 哎 这个图呢 大家不用记 我是为了便于 大家去理解啊 合理保证和 有限保证的 他们 差 绝对保证的那一部分 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好 最后呢 我们再来 这个看两道题啊 先来看一个主观的判断题啊 说会计师事务所 四位注册会计师 分别负责各自的业务啊 哎 这四位注册会计师啊 小王 小张 小李 小刘 那么他们几个呢 这个 给出了这样的说法 让你判断对不对啊 当然我们是为了出题而出题啊 要作为主观的判断师 说出这其中的某些话来讲 可能是有点 失身份了啊 开个玩笑啊 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去 判断去理解啊 我们来看看啊 小张说 建政业务提供高水平保证 首先 建政业务提供提供 提不提供保证啊 肯定是提供保证的 对吧 建政业务是提供保证的 那么 建政业务提供高水平保证 对不对 我们说了 高水平保证 它是一个专有的 跟合理保证对应的 对吧 而建政业务呢 它既包括了审计又审阅 对不对 还有其他建政业务 所以 它有可能提供的是 像合理保证这样的高水平保证 有可能是审阅这样的 有限保证的 有益水平保证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通换概念了 建政业务不光有审计 如果说审计提供高水平保证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是审阅类的建政业务 它就没有办法提供高水平保证 对吧 所以这个就错了 第二个 代编财务信息提供合理保证 代编财务信息 制作铺从开始业务类型吗 是 是属于哪一类业务啊 是建政业务吗 不是 是相关服务 我们说相关服务 提不提供保证啊 同学们 不提供 对吧 所以这就错了 什么保证都不提供 何谈合理保证啊 对不对 第三个 小李说 曹保表审阅提供有限保证 审阅提供保证吗 提供保证 有限保证 对不对 对的 也是有益水平的保证 对吧 第一呢 说对财务信息执行商定程序 提供低水平保证 我们说要知道 对财务信息执行商定程序 这是住宿块市业务类型 它属于什么类型的 是建政业务还是相关服务啊 相关服务 对吧 你判断它成了相关服务之后 你就很清楚了 相关服务不提供保证 而它说提供低水平保证 这个是错的 对吧 所以你看小李对了 小张小王和小刘的说法 都是有问题的 答对了吗 我们再来巩固一下 刚刚做了一个主观题 我们再来看一个选择题 说住宿块医师 在执行业务过程中 下列能够提供合理保证 或有限保证的有 我们说了 住宿块医师执行的 建政业务提供保证 对吧 通常呢 审计提供合理 审阅提供有限 其他建政业务 有可能提供合理保证 有可能提供有限保证 对不对 那么下面问的说 提供合理或有限保证的 其实往往就意味着说 这个业务应该就属于 建政业务 对吧 那么我们就来看 税务咨询 它是建政业务 不是 相关服务 所以它提供保证吗 不提供 B 预测性财务信息审核 这属于其他建政业务 对吧 它有可能提供保证吗 不能说有可能了 它一共一定提供保证 对吧 那么提供说 提供合理或者是有限 那它是其他建政业务 提供合理保证 或者是有限保证 没错 这是提供保证的 C 曹宝尧 审阅 有限保证 没问题 D 对财务信息执行 上等程序 这个属于相关服务 不提供任何保证 所以这个也不对 最小题选择的是 B和C 提供合理保证 或有限保证的业务 为建政业务 选项BC属于建政业务 AD属于相关服务 再来看一道单选题 下来有关 建政业务保证程度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A 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 没有问题 对吧 我们说合理保证和高水平 要搭到一起 有限保证是中等水平的保证 刚才我说了 有限水平 有限保证是叫做 有异议水平的保证 不能通换概念 对吧 所以中等水平那就错了 低水平更不对 只能说叫做有异议水平 B呢 说审计提供合理保证 没问题 审议业和其他建政业务 提供有限保证 我们说审计提供合理保证 没问题 审议业提供有限保证 没问题 但是其他建政业务 它有可能提供的是合理 有可能提供的是有限 对吧 那么说审议业和其他建政业务 都提供有限 那就错了 C合理保证 所需证据的数量较少 有限保证 所需证据的数量较多 这个对不对啊 不对啊 正好说反了 刚才我们讲过了 说合理保证 它需要执行的程序多 高水平的保证 所以呢 它需要的证据也多 对吧 有限保证相较来说 就更少一些证据 第一呢 合理保证以积极方式提出结论 有限保证的 以消极方式提出结论 这个是对的 所以召集证据答案是 第一选项 好 各位同学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国审计监督体系 这个知识点 应该来说呀 这个知识点呢 它不是特别的重要 但是呢 大家也要给它关注 因为它也涉及到了一些出题 对吧 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既然学审计嘛 就要对我们的这个 国家的审计监督体系啊 要有一个了解 要有一个了解 那么在当前呢 我们国家的审计监督体系啊 主要由这三个部分构成 政府审计 企业内部审计 和助手快议师审计 这个在前面的 审计定义的这个知识点 介绍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谈到过了 对吧 我们说政府审计 企业内审和助手快议师审计 是我们国家当前 审计监督体系的重要构成 而且应当来说呢 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当中 为维护相关的这个秩序啊 保证利益者的利益啊 对于提高整个的 这个对于经济运转啊 然后呢 资本市场的发展 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保护来说呢 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 当然对于这三个审计的类型 以及他们发挥的功能 应当来说 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那么在这个知识点当中呢 我们就来给大家 简要的介绍一下啊 这三个审计 他们各自的特点啊 分别是什么 要有一个对比 你看 从这三个图当中 大家应该就对这三个审计啊 有一个了解哈 年报审计 政府审计 你看政府审计说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 离任的这种审计规定 对吧 政府审计是管这些事的 其实内部审计的主要是在 企业内部啊 而且呢 现在的 现在这个企业的内部审计啊 他特别侧纵于对于这种咨询方面的 这个功能的一个发挥啊 功能的一个发挥 大家如果有机会啊 真的要去走到企业当中去 了解这个企业内部审计 而且应当来说 内部审计现在社会资本市场当中 我们国家的企业当中啊 内部审计人才是非常的急需的啊 他对于他跟注的快计是审计人才 一样啊 越来越需求越来越广 需求越来越大 甚至于说 在今后的发展当中 内部审计的这个势头啊 可能都会赶超过这个注快审计 因为相对来说 它更成熟一些 对吧 这个内部审计呢 它在企业当中是越来越重视的 越来越重视的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对比着来看一下 首先是他们三者的定义啊 注快审计 不用多说 我们在前面知识点当中有谈到啊 说注册会计师呢 接受客户委托 对客户财务报表进行独立检查 并发表意见啊 这个虽然不是我们的这个准则 给出的注快审计的这个定义啊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实谈到了注册会计师审计 它的一个基本的逻辑是什么 对吧 就是接受委托 对报表进行审计的过程 而到了政府审计的时候呢 是政府审计机关 比如说审计署啊 我们国家这个审计署啊 然后呢 应当来说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 国家又成立了 习近平总书记为主任的中央审计委员会 对吧 然后呢 其实也凸显出国家对于这个审计的一个重视啊 你想审计署 这是这个国家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审计机关 对不对 再到地方的审计厅 审计局 对吧 那么他们呢 是这个政府审计的主体 他们做什么呢 依法对政府部门的财政收支进行的检查监督啊 对财政收支的 还有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离任审计 对吧 经济责任审计 自然资源的这种这个审计啊 他这个自然资源利用的这种审计等等等等 对不对 那还包括对于国有金融机构和企事业组织的这种财务收支 进行的检查和监督 那么到了政府审计的时候呢 其实主要还是体现在国家啊 对国有企业呀 国家政府部门啊 企事业单位企事业组织啊 他们相关的这种财政收支的这个运用的过程 资源的这种开发利用的过程啊 来进行一个监督审计的一个过程 对吧 而到内部审计的时候呢 你看啊 他的定义其实就已经非常凸显他的一个特点了 说是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啊 其实内部审计 他跟早先年代的内部审计 现在内部审计啊 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 早先年的时候 内部审计跟猪块审计的这种见证功能特别相似啊 就是说内部审计主要还是发挥这种见证的角色 对吧 但是到了现在来说呢 见证只是他业务的一部分了 他更多的是说 我通过审计完了之后 对吧 做一些相应的一个确认 然后呢 我更重要的是 我发现了问题之后 哎 我要给他提供咨询的一个过程 其实就是干嘛 因为内部审计是企业自己内部的部门来做的 更多的是说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为了企业的这个价值更好的创造 提升企业价值去服务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过程呢 就是审查评价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在审查评价完了之后呢 提供咨询 提供建议让他去整改 然后反馈 然后进步啊 最后能够促进组织完善治理 增加价值和实现目标 这才是内部审计应当发挥的这个功能 那你看从这个定义上就能看得出来 这三者是有明显不同的 对吧 我也希望大家呢 如果涉及到对于这三者方面 区分的一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要首先对他的定义有个了解 而且应当来说 即使是出题的话 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比较对定义层面考察的 比较浅显的一些题目 我希望大家呢 先通过定义啊 对他们的这三个审计本身的特征 有一个把握 刚才呢 我们谈到了关于诸评价值审计 政府审计和企业内部审计 之间存在着相应的差异 他们三个呢 共同构成了我国当前审计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重点的关注一下 关于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另外两个 政府审计 企业内部审计之间存在的差异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注册会计师审计和政府审计 之间存在的差异 首先对于审计对象来讲 大家想一想 注册会计师审计审的是什么 我们从定义当中就能看得出来 注册会计的主体是注册会计师 那么课题呢 就是被审计单位的曹报表 对吧 而对于政府审计来说啊 通常他审的是政府的财政收支 国有金融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组织的财务收支 也就是说 政府审计其实主要面向的是政府部门的 当然这个政府部门包括了相应的国有金融机构 企事业这种组织的啊 那么对应着呢 像政府部门的他叫财政收支 对吧 那么像企事业单位呢 我们叫他这个财务收支 尤其是这种企事业组织啊 那么这是他们在这个审计对象上的差异 再来看一看这个在审计目的上 大家都知道注册审计的目的 其实就是对于这份曹报表 是否不存在中大册报 提供合理保证 对吧 那其实最重要的是 我们就要关注一下这份财务报表的编制 是否合法公元 对吧 你看说确定曹报表是否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相关会计制度来编 这就是合法 那公允呢 就是是否 公允的反应相关的情形 这其实就是注册审计的目的 而对应着政府审计的目的呢 那么他审的是政府的财政收支 然后是这个企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 那其实就对应着 要去看看这个财政收支 财务收支 是否真实合法和具有效益 所以你看最明显的一个不同在于 具有效益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政府审计来讲 我们审的财政财务收支这些 我们还要除了关注它的这个真实合法之外啊 还要关注它是否具有效益 但是我们在报表审计的时候 注快审计的时候 这一点是不涉及的通常 对吧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关于审计标准 那我们审计的控制当中 应用什么标准呢 注快审计主要就是应用的是 注册会计师法和相应的审计准则 而对于国家审计来言而言呢 它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国家审计准则 那么对于这个呢 其实我想啊 只要大家对这块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啊 应该出现类似题目的时候不会犯错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话 在最新的这个相应这个知识点的考察当中呢 还是出了这样的选项啊 涉及到这个相关的这个题目啊 但是也有同学把这块就给搞错了 所以这算是基础的知识不能丢啊 那么还有就是关于经费和收入来源 大家想一想 作为注册会计师审计来说 那它的收入主要是来自于哪 被审单位对吧 我们说了这是一种市场的行为 所以呢 注快审计它是有偿服务的啊 它跟被审单位通过这个相应的协商 来确定你的审计收费的这个高和低 对吧 所以呢 它的这个收费经费来源就是被审单位啊 那么这个对于政府审计来说呢 这应该是属于政府行为 国家行为对吧 所以呢 这个经费呢 列入到同级的财政预算当中啊 这也是这个收入来源的不同 那还有呢 就是关于取证的权限 大家想想 我们在前面也说过 关于注快审计呢 其实它的这个强制力是非常有限的 更多的是要依靠被审计单位的配合 所以相对来说呢 注快审计啊 通常情况下是没有行政强制力的 更多的是要基于啊 被审单位啊 它是不是很好的配合协助你的工作 那如果被审单位一直不协助你 管理层是各种限制你啊 那其实对于你的审计工作的开展 是非常不利的 但是即使这样 注快审计师也没有办法 他能做的 要么就是解除要约定 要么就是 如果法律法规允许啊 解除要约定 否则呢 就是干嘛 给他在审计意见上 出那些非无保留的审计意见 等等等等 总而言之 注快审计 它是没有行政强制力的 所以在取证的时候 更多依靠对方的配合和协助 而作为政府审计来讲 你想想 这是政府的行为啊 通常情况下 比如说审计署啊 地方的审计局啊 审计厅啊 等等啊 这些到了相应的政府部门 企事业单位啊 去做审计的话 它应该是强制力很高的 是吧 所以呢 各个有关单位要有责任配合 而且应当是什么 就是他得非常非常的配合 因为相当于就是 这个相应的政府部门的审计啊 这个部门来审它了 通常情况下 强制力高 而且呢 大家要配合的更加的这种 叫做 你不管是 从内心当中愿不愿意配合啊 但是你必须得去配合 对吧 因为本身的这种审计的过程 它的这种法律效率 或者是这个强制力 也是非常之高的啊 当然如果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讲 如果在国家审计 政府审计的过程当中啊 对于可能会存在的这种 比如说国有资产流失啊 然后绩效出问题啊 然后离任的过程当中 可能审出他这个贪污舞弊的行为来啊 我们在国家审计当中 这是应该来说 特别关注的内容啊 当然还有其他的 要需要去关注的内容啊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说我们在审计的时候 发现了这些问题 应当来说 要求各个部门要积极的去配合啊 当然呢 我们说不仅仅是发现问题啊 整个的审计过程 其实对于国家审计而言 对于被审计的部门来说呢 都是要这个非常非常配合才可以哈 所以足以见的这个政府审计 它的强制力是还是很大的 那么这是关于注快审计和政府审计 他俩之间的这种这个区别 那我们再来看看注快审计和内部审计 之间的这种区别哈 那对于从独立性上来讲 大家想一想 注快审计我们说 它一定是独立的第三方 对吧 他们是构成了三方关系 否则注快审计不成立 那么对于内部审计来说呢 其实应当来讲 他也是这个企业专门的这种部门啊 或者是董事长啊 董事会啊 去委派这个内审部门 去对于企业的这个相关部门的情形啊 去做审计的 那但是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跟注快审计这个独立性来说呢 他要弱很多 因为你想想 这是我们企业自己内部的事情啊 那虽然是我们有相应的领导来领导的 但是毕竟是自己所谓的这个家里边的事啊 我们说家丑不可外扬 对吧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种独立性通常还是要受到一定限制的 有意味着说 它的独立性比注快审计要低很多啊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从审计方式上来说 或者是说这个业务委托的方式上来说 那注快其实就是一个接受委托进行的方式 对吧 那对内部审计来说呢 你想想 我们说对于企业而言 我们自己就有专门的内审部门 那么内审部门应当来说 就是这个叫做常规性 惯常性的动作 对吧 那么是要根据企业自己本身的需求啊 来安排这个相应的内部审计工作的 那对于审计程序来讲呢 我们说注快审计 它是审计准则怎么规定的 你就要怎么开展 对吧 准则怎么说 你就要怎么开展啊 严格按照准则的规定去做 但是内审的这个叫做自主性 或者是说相对来说 这个灵活性就要强一些 通常呢 是根据业务的目的和需要 来选择 并实施相应的程序啊 这个相比较来讲 内部审计要更活泛一些 是吧 那对于注快审计来说 它的审计职责 我们说通常情况下 我们是备审单位的股东 来聘请注资快议师 对备审单位管理层 提供的报表来进行审计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讲这个预期使用者 就显得这个 其中这个股东啊 就显得对于注快审计的一个非常非常的期待啊 那么当然我们说预期使用者不仅仅是股东 那还有包括了这个企业外部的资本市场的利益相关者 应该来说都属于预期使用者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注快审计它不仅仅啊 就说我出这个审计报告 要为企业负责 同时还要为这个社会负责 所以这两个注快审计 它是应当来讲 对备审单位和社会都要负责的 而对于内审来说呢 它通常是只对备审单位啊 不能销备审单位了 这个时候都不能提备审单位了 对吧 不是本单位负责 因为内审部门啊 内审职责的实行 都是对应着本单位的啊 那么还有呢 就是关于这个审计的作用 我们说注快审计 它是要对外公开 并且提到见证的作用的啊 那对于内审来说呢 它通常不起见证作用 我们说内审现在的这个职能 从原先最初最初的 跟这个注快审计的这个职能很像啊 现在来说呢 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啊 内审绝对对不再是像咱们 这个大家普遍印象当中说 我只是去见证见证吧 去看看报表有没有错吧 不是啊 原来最初的时候呢 哎 这个功能很强大 或者是说是它的主要功能 但是现在呢 内部审计 它更多的体现在一个叫做确认和咨询 什么呢 你看注快审计 我们主要是说 看看你的报表有没有错 对吧 然后呢 我跟你沟通 最后呢 我对你的报表 互存在筹报提供合理保证 而内审的时候 其实更多的体现在说 哎 我在审的过程当中 不仅仅看报表 企业的各个方面都会去审 审完了之后呢 我确认你这个各个方面啊 有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再去跟你沟通 沟通完了之后 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咨询的功能 就是我要给他提出建议 哎 让他更好的去整改和完善 明白吗 所以呢 他仅仅是这个像报表审计呢 主要是对外公开并且见证的 对吧 而内审呢 他这种见证的作用 其实基本上就很有限了啊 对外 对外不会起到这种见证的作用 所以其实外部呢 对于这个企业的内部审计的 这个情况啊 他了解的并不是特别的具体和全面啊 构终的是说 企业自己内部 我们内审的结果 为我内部所服务啊 那么 所以呢 你看我们说这个是对外保密的 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研究的时候 想研究企业内部审计的相关情况 怎么样的内审可能会更好 通常呢 我们只能是去到这个企业具体的情况去调研 跟企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去沟通啊 去合作啊 去交流啊 通过跟他们这个访谈啊 调查问卷啊 这些方式来获取到一些相关内审的一些信息 而我们可能很难从这个公开的渠道当中 获取到跟企业内部审计 以及内部审计结果相关的信息 其实这也是跟他内审的这种定位啊 作用的定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总而言之呢 这是我们关于内部审计 筑块审计和政府审计啊 他们定义的介绍 以及我们重点关注了筑块审计和政府审计 以及筑块审计和内部审计之间的这种区别 哎 这两个区别尤其是跟内审的区别啊 大家要关注 因为我们到后边会谈到说 筑块在报表审计的过程当中 可能还会利用到内部审计的工作 这又算是一个筑块跟内审 筑块审和内审之间的这种联系啊 所以呢 我想今年我们在准备这个知识点的时候呢 要对这个新的知识点啊 在最初筑计概论这一部分新增的这个知识点 以及说到后边啊 关于筑块利用内审工作啊 那么这两个知识点的一个串联 一个关联 大家还是要给予充分的关注